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五字成语 逃离满天下 每逢教师节 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贺词便是 逃离满天下 用以比喻老师培育的学生或人才众多 那么逃离和老师有何关系呢 这要追溯至春秋时代 韩世外传中的故事了 春秋时期 魏国大臣子智 学富武车 知识广博 他因为得罪了魏文侯 就跑到北方 以旧相识家里躲避 这位朋友的家境并不富裕 子智不愿给朋友 加重生活负担 便想开个学馆 收一些学生教读 借以糊口 朋友很支持他 就腾出两间空房 作为教室 子智所收的学生不分贫富 只要愿学的 都可以拜他为师 一视同仁 这个学馆里 有一棵桃树 一棵理树 凡是来上学的学生 都跪在桃理树下 任先生 子智指着以结果的两棵树 教导学生 教导学生们说 你们都要刻苦学习 就像这两棵树一样 开花结果 只有学问高 才能为国家 做出一番大事业 为了把学生 教育成有用的人才 子智认真教学 在他的严格管教下 学生们都奋发读书 学到了不少真本领 后来 这些学生先后成才 成为了国家的动量 他们为了感念 子智先生的教会 都在自己住处 亲手摘种 桃树和李子树 子智到各国游历时 碰到了在各国当官的学生 并看到了学生栽的 这两种树 便自豪地说 我的学生 真是桃李满天下 一个个都很有作为 从此 当老师的就以桃李 代称学生 并把学生多 称作桃李满天下 希望这个故事 对大家学习成语 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 也请订阅 留言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按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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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